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林画国画 今天我们画一张风景照片 这是三只狼猴,不同大小的 我们在画之前要选择这个适当尺寸的狼猴 你得考虑一下,它画多大才会适当 不能搂拿一只笔啊,画不同风格的,不同大小的画 切记啊,我选择这一张适当的 风景写生啊,一定要主观一点 有些地方不好看,我们要主观的改变一下 当然,这个所谓的主观改变是很考验人的 需要我们不停的摸索 你看我一开始,画瓦片还比较细致 越到后面越概括 甚至还适当的留白 让它有一个虚实 这张作品啊,已经不是一张 完全或者是说 纯正的国画了 它加入了西方的透视 这是一张典型的混血作品 其实我们写生啊 如果采用这个正常的这种透视啊 都算是一个混血 我们传统国画是三点透视 这一种是焦点透视 一般国画不太讲究这个阴影 我们这张画主观一点 你想讲究就讲究 不想讲究就算了 我是简单的存擦了一点 这是最重要的一棵树 细致刻画 又重又细致 我以前经常说 我们画作品的时候 先要从主体开始 哪里最腹道 哪里最细致 先从哪里开始 笔墨要相对重一点 干一点 画得更细致 更充分一些 而它周围的墨色要淡 笔触啊 要更自由 笔墨要更概括 后面的树 比较概括 但是我先画了它细致一点 到后期啊 我就用墨色直接染了 一开始啊 干干的好 越细致越好 到后期等它干了 我得用淡淡的水墨 压一下 这样的话就厚重了 这棵树上的墨色 一定要干 要重 相对来说 也要碎一些 因为到后期啊 我可能在后面 还要加一棵树 再加上一棵树 要让这两棵树啊 形成对比 这个绘画 本身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 但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 必须按照规范来 一开始 千万不能任性 也不能太贪心 我喜欢这种画风 我今天画两笔 明天 又喜欢那种画风 又画两笔 画来画去啊 很难进步 如果你喜欢 某一位画家的作品 你就买来他的作品集 大量的搜索他的信息 跟着他画 等掌握了他的技法之后啊 你的学习别的就简单了 就相当于我们练书法 先从楷书开始 慢慢的啊 你得开始写行书 写草书 当然 任何学习方法 并不是固定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画周围 一定要概括 你看这里的瓦片 我画的就比较随意 而且比较淡 虽然这个墨色还没干 但是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种过度 中间重 往外 慢慢淡过去了 画这么一张作品啊 得学很长时间 我把它分成几期来录 如果想接着看下一期啊 你可以进我主页 如果主页看不到 这说明我刚上船 再等一两天 就看到 另一个视频了 大家看 我画的这个屋顶啊 这个透视 是我自己编的 我们有时候啊 可以大胆的尝试 怎么好看 怎么来 初学者啊 不太建议啊 自己写生 先淋摸 大量的淋摸之后啊 我们再尝试写生 我们再尝试一下